我用影子摸一下它 我给你的合个影子 这样我就摸了狐狸 然后它又不会咬我 你看到了吗 我摸它了 看到了吗 看到了 哈喽大家好 上周我说我被狐狸咬坏了一根鞋带 然后有人表示无图无真相 今天先给大家看一下真相 不要咬我鞋 你要动你自己的脚 你手别伸 走开 没事没事 你多 你别碰它别碰它 你就多小 走开 谢谢你 上礼拜我陪国内来的朋友 去东北地区转了一圈 我是说日本的东北地区 有一个叫藏王狐狸村的地方 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今天这个视频就想和大家简单分享一下 藏王狐狸村位于日本的宫城县 你可能会觉得宫城这个名字 听起来好像挺有名的 你相信我那只是因为你刚巧认识一个叫宫城良田的罢了 实际上宫城县在日本存在感非常之低 我也是第一次踏足 狐狸村是一所只有狐狸的民营动物园 面子不大 里边散养着上百只不同品种的狐狸 这个地方的特别之处在于无隔离的展示方式 人和狐狸共处一个空间 有知会近距离接触 这样的体验应该来说还是比较难得的 就哇尾巴好蓬松 你看我有点害怕 哇塞好神奇啊 谁来给它配个音 这俩是在吵什么 那当然因为狐狸毕竟是野兽嘛 未经驯化 所以和狐狸接触是有一定危险性的 动物园门口也有民事 这不是普通动物园 如果发生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 后果自负 甚至这里还配了衣物室 可以进行一些包扎等应急处理 在入园之前工作人员会进行简单的培训 教你如何应对狐狸 首先就是绝对不能摸 摸了必被咬 这里写了不要去摸 摸的话百分之一百会被咬 其实日本人很谨慎的 一般不会用百分之一百这样的表述的 说明狐狸其实真的还挺危险 然后就是当狐狸和你发生对峙时 你不能怂 你要是怂了 动物是可以感受到的 它会更加想要攻击你 不知道大家小时候 有没有被狗追过的经历 我印象中好像也是类似的 你越是见狗害怕 狗越是要吃负你 那狐狸也是一样 如果狐狸想要攻击你 你可以用力用脚踹地 这样就可以把它吓跑 很多动物都是吃软怕硬的 比如狗 狐狸 还有喷子剑盘侠 如果它们想要攻击你 你不能怂 怂了后果只会更糟糕 啊它们来围攻我们了 走吧走吧 这里的鞋巾不是它 来我走了 来我走了 好了走了 好了走了走了走了 走了走了走了 行了行了 最后就是不能做一些危险动作 比如我在园内不自觉地就蹲在地上拍照了 结果被工作人员非常严厉地制止了 其实我也不知道这个动作哪里危险了 可能是因为站着的时候 狐狸顶多就是咬到你的鞋子裤子 但如果你蹲倒了 它是有可能攻击到你的头部的 这就非常严重了 说到这里 可能有小伙伴会拿它和奈良的鹿做对比 奈良的鹿也是塞养的 也会攻击人 奈良我去过很多回了 我可以很负责地说 鹿比狐狸要讨厌得多得多 奈良的鹿会主动向游客所要食物 它会攻击你是因为你不给它食物 它生气了 所以完全在耍无赖 而狐狸村的狐狸 基本上是无视你 不撩你的状态 有时候你靠它太近了 惹它烦了 它会自压咧嘴表示出敌意 基本上是一种非常高冷 非常高贵的花风 这边是白虎 白虎 但是它非常不屑 它根本就不屑看我的 好漂亮 白虎好漂亮 园区内在特定时间点 会有抱狐狸的活动 我刚才说了 园内那些走来走去的狐狸 是绝对不能摸的 摸得必备咬 但是它们有专门筛选几只相对比较温顺的 专门供给游客鹿 我个人抱下来感觉还是明显和猫猫狗狗不一样的 明显地感觉到它对你还是有敌意的 只是在强行忍耐罢 所以每抱完一批 工作人员就会换一批狐狸 一只狐狸是没有耐心服务好几批游客的 我之前发了动态 然后看到有很多小伙伴问我臭不臭 可能在大家概念里会有糊臭这个东西 但说实话 我在看到大家的留言之前 我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我印象中没有感觉到什么特殊的气味 也有可能是因为我是冬天去的 如果夏天可能会味道更加强烈一些吧 狐狸在日本被视为是道河神的使者 所以园区内也象征性的建了一个道河神社 坦白讲在我这种资深神棍眼里 这个神社是非常非常水的 但它的优势在于真的有狐狸在跑 这种氛围感是没有任何道河神社可以匹敌的 最后我做一点笼统的旅游攻略 藏王狐狸村门票是1000日元一个人 折合人民币50块钱多一点点 然后报狐狸项目是另外收费的 30块钱一个人 所以一圈玩下来 只要你不需要送医院缝针什么的 那成本应该在100块钱以下 我觉得还是比较实惠的 但这个地方 淡藤的点在于交通实在是有些不方便 它位于福岛山形仙台 三地中间的山沟沟里 除非你超级超级喜欢狐狸 不然专门为了这个点跑到这种地方 绝对是不划算的 比较好的行程是 去别的地方的时候顺带一去 藏王地区是以滑雪圣地为名的 那里有一个藏王戍兵 是日本三大戍兵之一 非常壮观 我这次没有看到是因为季节还没有到 如果是在12月底到3月份之间去的话 那非常推荐 可以去看一下藏王戍兵 藏王地区还有很多温泉 有很多成片的温泉小镇 在日本滑雪和温泉之本上是一个配套的组合 如果你喜欢滑雪温泉 那可以考虑去那个地方 这样的话就可以顺带录一下湖地 那么以上就是这次 狐狸村之行的简单概括了 坦白讲 撸狐狸的感觉确实非常美妙 但是考虑到交通问题 这个地方恐怕没有办法让我作为日本旅游必去景点 进行安利 交通真的是不太方便 下个视频我想安利一个交通更为方便的 交通非常方便 而且成本低廉 视觉感超值震撼 女生看的会沉默 男生看的会流泪 我就真的看哭了的打卡点 大家尽情吃贷好不好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感谢大家的支持 拜拜